那么它是一个12星的单列插座 那么看起来呢 它像是一个插座 那么实际上呢 它分为两个插座 编号呢 分别为P8和P9 分别连接IT电源的P8 P9主板电源插头 ATX使用的是ATX的电源插座 那么它是一个20星的双列插座 它是一个单插座 那么通过这个插座呢 我们可以实现软件关机 以及通过键盘 调制解调性 唤醒开机 等一些电源管理的功能 把键盘鼠标插座 那么这个前面呢 实际上我们都介绍了 AT主板 它使用的是AT键盘插座 它是一个圆形的五星插座 AT主板呢 通常呢 不带有鼠标插座 而是使用串行鼠标 也就是说 那鼠标呢 是接在串行口 COM1或者COM2上 ATX主板呢 它使用的是PS2鼠标和键盘插座 那么它呢 叫AT键盘插座呢 要小一些 PS2的键盘插座和PS2的鼠标插座 是连在一起的 很容易混淆 那么前面我们已经讲过一条原则 就是键盘靠外 鼠标靠内 那么通过这个方法 我们就很容易识别哪一个是键盘插座 哪一个是鼠标插座 还有一个部分就是主板电池 那么为了在计算机关机状态下 维持主板上CMOS中的BIOS设备信息 以及系统时钟的运行 那么主板上呢 都有一个充电式的电池 那么常见的电池呢 主要有电容式电池 钮扣式电池和集成跨式电池 电容式电池和集成跨式电池呢 它是焊在主板上的 不容易更换 而钮扣式电池呢 是装在一个电池座上的 更换起来非常方便 电容式电池呢 多建于486以下的主板 那么长时间的不加电 就容易造成这个电池的电解液泄漏 会腐蚀并损坏主板 那么这是一个486以下的危机 它的主板损坏 一个最常见的现象 第十我们看一下各种接口插座 那么主板上呢 还有各种接口插座 它主要有 IDE接口 软盘驱动器接口 串行接口和并行接口 那么386和早期的486主板上呢 它没有这些接口 它必须呢 加一个带有这些接口的多功能卡 那么只有PCI486以上的主板 才在主板上集成了这些接口 那么从而呢 就取消了多功能卡 IDE接口呢 它是用于连接 IDE硬盘和 IDE光盘驱动器 那么这是一个呢 40帧的 双排帧的插座 那么主板上呢 一般呢 通常都会带有两个 这个IDE设备接口 分别呢 标示为IDE1 IDE2 软盘驱动器的接口呢 这是一个34帧的 双排帧插座 和主板上的两个IDE接口相比呢 要短一些 那么主板上呢 一般只有一个软盘驱动器接口 那标示为呢 Floppy 或者是叫做FDC 串形接口呢 它是用于连接串形鼠标 数字相机 或外置调制解调器用的 那么AT主板上的串形接口呢 有两个 那么都是10帧 双排帧的插座 分别呢 标示为COME1 COME2 那么并行接口呢 它是用于连接打印机 或手描仪的 AT主板上的并行接口呢 它是一个26帧的 双排帧插座 那么标示为呢 LPT 也就是一般就直接标为 就是打印接口 那么AT主板上的串形 或者并行接口呢 它必须通过一个安装在 机箱适配器位置上的 串并接口连接器 相连 那么才能呢 串形或者并行设备 连接 而现在的这个ATX的主板呢 测将了 这个两者合而为一 那么它的两个 串口和一个并口 它是直接焊在主板上的 就不再需要这个串并接口连接器 以及锁连的这个信号电了 主板上的各种接口呢 可以通过BIOS设置 或者呢 是主板上的跳线开关进行屏蔽 那么这个功能呢 对于主板接口损坏的修复 是极为有用的 通常呢 这些接口插针的一端呢 都会有一个标示一 表示插针一的位置 以防止